三个月前,饱受心脏病痛折磨多年的邓先生 冷亲之后,突然发觉胸口伪闷、气速 于是他来到中大五院就诊 经过检查,医生发现邓先生患有多种心脏病 如果要解决问题,只能选择心脏移植 或者人工心脏植入术 但心脏移植要等待合适的公体时间长 邓先生有随时撤死的风险 经综合评估,医生决定为邓先生植入人工心脏 为了确保今次手术万无一失 中大五院心血管病中心、胸外科、麻醉科等科室 进行了详细的述前讨论 制定了安全有效的手术应急预案 五月初,中大五院心血管病中心主任李刚 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心外科大小福主任团队同台进行了手术 这是一个人工心脏的模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病人的 这是这个凤的入血管 就是把它要与心尖部的 有一个管道连过去 与心尖部混合在一起 这样左心石的血就流到了凤里 然后这是它的出血管 出血管 这有一个管道要连到它的生骨脉脉上 这样的话这个凤就起到了左心石的作用 血进来打出去 用一全身去用 这个凤要把它放在这个腐质机和腐质之间 是挖一个蓝袋 在这个体内永久地放 这一端是连接这个能量的线 从皮下窜出 大概在所有中线和肚脐的水平交叉点 窜出来 这个电线要连接到远程的控制平台上 整个这个控制平台大概是塑膨状 背一个双肩包可以走 也可以写法号 也可以手晕着 经过七个多小时 手术终于完成 手术后17小时 邓先生就不需要呼吸机 目前他恢复良好 正进行后续的康复治疗 最先是咳嗽 后来感觉到凶了 感觉到做完以后就轻松多了 心脏病是人类死亡的第二大杀手 据统计 我国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 约是3.3亿 其中心力衰竭患者 大概是890万人 医生介绍 对于心衰患者 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植入讯 是终极的治疗方式 但并不是所有人群都适合 需要由专业的医生作出判断 有一些他的心衰并没有严重到 那种非多不可的程度 我们可以用科学规范的用药治疗 来改善他的生活治疗 如果他对药物的反应很差 不足以维持 正常的生活了 对他的生命安全产生严重的影响 那别无选择这样的病人 我们只能做西藏移植 或者是做西藏移植 近年来中大五院不断引进人才 过去五年引进了120多位 学科带头人和业务骨干 学科综合实力和医疗服务能力稳步提升 成功开展肝、肾、肾、肺移植等高难度移植手术 这个医院除了有肺移植、肝移植和肾移植 三大器官移植以外 但是在心脏的移植这个方面 我们也在努力正在准备申请 这个心脏移植这个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